都是跟同事一齊讨论,最后作出决定的, 同事被人跟踪、诬蔑、解新闻那些, 都是其中一个我们考虑的原因不必要, 我昨天讲及到我不是一个好老板, 因为我坚持我固执要这样做, 但最后受把的不是我一个人, 我很多同事在前线, 无端端好像上星期五有个女孩冲进来, 有些国安来搜你店铺,吓得我的女孩很害怕, 有些知妖的电话,或者Yuki被人跟, 这些全部都是我同事受的, 所以我们都决定在这些知妖之下, 这些小插曲,最大前提我们生意自己无本事, 找到公益,但加上小插曲, 也觉得整盘生意在香港做下去都意思不大, 因为邪恶励你基本上都是给一个讯息, 还我听说你不想你在香港卖, 既然他给一个那麽清晰的讯息给我们,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那我们不卖,应该不卖就无事, 同事就不会被人骚扰, 或者我们转行做其他生意, 开托儿所,或者出张报纸, 或者出本杂志,再想, 现在那麽长远的事就不想, 起码最多努之急的事要先做, 要清了盘货, 我个人觉得天后最大机会变成一个小型博物馆, 我会申请一个叫PPRL的牌照, 将可能刘晓波、民主女神, 以及一些本地画家的画, 或者放在那裡收一个十元二十元的入场券, 希望可以赚得回那个租金, 然后将它变成一个一年之后, 或者2023年年头, 将它变成一个小型博物馆, 那些人经过便可参观一下, 因为现在他们说, 刘晓波不可以放在店铺外面, 因为阻街, 我将来放在店铺内面便不阻街了, 有一个你们的行家问我的决定, 然后我想起其实我早些应该要这样决定, 因为我是折磨自己的同事, 因为我去坚持,我去固责, 但不只是我一个人受, 因为不是一个人做, 我们有前线同事, 又有后面做社交媒体的同事, 做市场推广的同事, 做零售的同事, 他们全部都要受, 他们都要受骚扰、欺凌、滋扰。 我觉得我完全是为了我产品被截停了, 我才决定生意不feasible, 即是在生意可行性测试中便肥佬了, 但我当时没有想起他们的感受, 但他们没有威胁我,没有人跳船, 那时是有些感触, 还有他讲到我们是否代表黄色经济圈 已经没有了它的影响力, 我有些感触不是,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意要结束, 我觉得我有需要澄清, 就是跟黄色经济圈的力量是无关係, 因为他们仍然有自工自给的能力, 我没有, 我唯一惭愧就是我没有自工自给的能力, 所以可能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形象出来, 就是说黄色经济圈受重创了, 其实不是,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管治能力受重创, 黄色经济圈继续非常强大, 讲起其实香港人我所见到的前所未有那麽团结, 跟着我讲起一些例子, 你看看立场新闻,众新闻, 你们,大纪元, 气势如虹,不停出来采访, 找人,虽然现在找人难了, 但你想想你们没有停过, 还要频密了, 所以我有点点觉得当时有点不开心, 觉得好像拖累了黄色经济圈的形象, 我就提及到譬如蔡东豪她们几英勇, 停止接受捐款, 继续请记者,继续做新节目出来, 众新闻继续做新节目出来, 接收了一批苹果日报的记者, 大纪元又是, 你们继续每个星期都找人采访做节目发声, 有点点感触, 觉得自己好像要宣布撤出香港市场那样, 是这样的原因, 但我完全不觉得我是一个政治原因去这样做, 如果我有能力继续供应到货给自己的时候, 我不会停的, 我真的无能力供应货给自己, 有男的有女的, 男的和女的我都是抱得那么大力, 一样是抱得那么紧实, 很感动他们来光顺听到昨天的消息, 我马上都有受到他们的感动, 但这就是香港人我刚才所讲的前所未有的团结, 所以黄色经济圈是强大的, 因为你讲到黄色经济圈, 其实今时今日即是百分之八十的经济圈, 就算有些表面上是蓝色的机构, 那些人都未必是蓝, 所以是很强大的, 因为香港人前上没有那么团结, 所以我都答应过香港人, 我不会离开香港, 我不会离开香港, 我答应过香港人我不会放弃, 我现在只是这一个实体零售店生意做不到, 我都讲过, 卖了所有货的时候就拿个天后铺, 因为业主都很支持我们, 就拿它来做一个小型博物馆, 招牌仍然挂在那裡, 因为我事业部高峰达到了, 现在我将这一个品牌, 一个完全是以前纯粹是一个童装的品牌, 变成一个香港人的品牌, 我挂了Chicky德在那裡, 然后是一个小型博物馆的话, 人家都会明白, 就不会说狗不搭牌, 我就很责疑, 所以我现在就会继续用我这个那么出名的能力, 叫全香港人一定要杯葛维港杜海泳, 还有这个单车节, 因为你想想多荒谬, 即是他们出来谈了, 然后就做狗, 就告诉香港人你不要有政治的讯息放在那裡, 记者问他是不是香港加油, 他说你们明白了这意思, 对我们香港人来说, 这个讯息即是说, 我叫我家园加油, 香港是我家园, 叫我家园加油, 你们这叫为维港渡海泳不准, 例如我身体上有个民身, 或者我那条泳褲有这样的烫章在那裡, 你不准我去参赛, 民身那个就要用胶布连住, 又对面海脱了也用胶布, 但是我想觉得最荒谬就是我叫我自己家园的人加油, 你去将这整件事政治化, 你是在侮辱我们香港人, 所以这一个维港的渡海泳, 全香港人无论你是什麽颜色, 黄蓝、红黑、黑白、绿, 我们是需要杯葛它, 将这些冲出来的忠诚废物, 惩罚它, 单车节这个女法局的姓洪这位先生, 一样要受到香港人的惩罚, 等他们最后只有几个人跳下去, 由维港游,最好当然最理想的就是零, 只有几个人去参加这个单车节, 惩罚它们这个狗口掌不出象牙, 你侮辱我们香港人, 今时今日你告诉我, 我在香港用一句香港加油都不行, 你是谁, 你维港游有很多九龙人, 或者有些人支持香港人, 他就说香港加油, 需要加个香港岛在中间,香港岛加油, 你神经病,这些人根本全部都是忠诚废物, 真是忠诚废物, 你参加单车节他都有新界人, 我想跟香港人住在香港, 港游的人讲加油, 这是废物,香港人其实最好这些机会, 其他政治活动或者政府活动运作, 我们要小心,敏感, 但这些体育运动, 就是我们传闻最好的机会给一个抗命他, 给他叹一下, 杯葛他, 让他前所未有那麽丑怪, 没有人参加, 或者人丁单薄那麽参加, 惩罚他, 真是不理他什麽颜色都好, 香港加油都不用,都不能讲, 严厉惩罚他。 这是我最大的弱点, 我见到一些不公义的事, 我收不到声, 我其实2014年已经骂过霍振庭和霍启刚搬龙门, 让他的儿子进去奥委会做副会长, 那时我还是男的, 我都照骂, 东方采访完我后, 摆了个小headline, 说我说奥委会是私人俱乐部, 你Google都看到,没得骗的, 所以这是我的弱点, 我见到一些不公义的事, 一些很荒谬的事, 我一定要出声,我忍不住。 我都断了六亲,没什麽亲友, 即是六亲不应我, 不是我六亲不应, 六亲都不应我, 因为就断了六亲, 我这些没有, 我很庆幸亲友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香港今时今日都这麽荒谬, 大是大非的事, 就算你本身是不支持社会运动的人, 现在都已经不是分颜色, 现在是分黑白, 你都为港渡海泳单车节, 这些都不是颜色, 现在是黑白了, 香港加油不讲得不用得, 你马拉松都已经荒谬了, 明年马拉松我抓他好运, 渣打, 我都会出来呼吁了, 即是没用我们香港人了, 如果香港人容许你将香港加油政治化, 将它妖魔化的话, 香港人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香港人, 我相信我们会很齐心这次去惩戒游泳总会, 旅法局和单车总会。